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来具体跟大家讲讲买房的一些风水禁忌 一 从内部风水布局来看八种房子不能买 一 空气不畅 买房选户型的时候一定要避开那种窗户很小或者窗户很少的类型 这种情况下屋子里不太能够形成空气对流 住久了会给人一种压抑沉闷之感 尤其是流感病毒爆发季节 会给全家人的健康带来重大的安全隐患 所以说要想住着舒心健康就要选择空气比较畅通的户型 二 走廊室 这类户型买房子的时候也要小心避开 否则就等于是白白浪费钱 采光问题特别差 房屋比例也不是很协调 屋里长时间缺乏光照的话 阴气比较重 阳气稀薄 会吸引很多邪碎之物 住久了之后 全家人的身体健康也会遭受极大的打击 各方面运势也会变得愈发低迷 三 先卧后厅 众所周知 卧室是主人休息的地方 需要安静和私密 这样才能给人比较强的舒适感 所以说如果房屋的格局是先卧室后客厅 每天来来去去都要经过卧室 会给人强烈的不安感 长此以往 睡眠质量会变得越来越差 精神和健康状况也会愈发低迷 四 无层次 现如今住房紧张 很多户型都是采用最为节省空间的方法 可能压根就没有玄关 一进到屋子里 一眼就可以全部看光整个房屋的构造和布局 不但没有私密性 而且凌乱无层次的房屋布局 也会拉低全家人的气场和运势 所以一定要避开这种户型 五 卫生间位于中央 如果一个户型中处于正中间的正好是卫生间 那这种房子是坚决不能选的 卫生间弥漫着水汽和污秽的气息 假如处于房屋中央 会让这种不好的气息散发到整个房屋中 不但会影响到健康 关键在风水上也会带来很多负面的影响 六 大门正对厕所 大门是整个房屋的进气口和出气口 占据着相当重要的角色 所以说如果大门正对着厕所 那这种户型是肯定不能买的 会让全家人的身体健康受到严重的打击 事业运势也会受到不同程度的波及 时间长了整体运势也会愈发颓败 七 大门正对厨房 厨房多火 油烟和污秽气息也比较多 如果大门正对着厨房的话 会让全家人的金钱运势变得越来越差 更为严重的是 可能会带来重大意外事件 比如说火灾等等 八 采光不好 选购户型之时 采光不好的房子千万不能选择 否则容易让整个房屋滋生出阴沉的气息 长此以往会影响到全家人的事业 财运 感情 以及健康运势 尤其家里面有小孩子的话 可能会让其身心发展都受到严重的打击 二 从外部环境来看 买房需要避开这八计 一 不买对着马路的房子 如果房子正对马路 在风水雪上是犯了直冲煞 这种情况对于家人的健康是非常不利的 尤其对于有老人的家庭 很容易患上呼吸道方面的疾病 另外朝向马路的房子不聚气 会导致家中的财气外漏 影响家里的财运 而且还会出现破财的情况 但是如果已经买过这种房子的话 也不要太过于担心 可以在家里摆放一些镇宅画煞的吉祥物来化解 比如八卦镜或者是铜葫芦等等 二 不买周围有高楼的房子 不要买周围有高楼的房子 尤其本身房子较矮 而周围的房子都高的更不能买 因为就采光来看 周围房子太高的话会直接影响到家中的光线 得不到充足的阳光照射 人们经常生活在这种环境当中会产生比较忧郁的心理 很容易患上抑郁症 对于自身的健康也是非常不利的 而且在风水上这种也属于现空物 四周围困 家宅运势会日渐衰弱 对家人的事业 财运和健康等都会带来不良的气场影响 三 不买临近医院和墓地的房子 如果房子临近医院和墓地的话 很容易受到污浊气息的影响 导致室内气场失衡 长期居住在这种地方 对于居住者的运势和各方面发展 都是非常不利的 另外 医院和墓地经常会出现一些怪异的现象 对于那些胆子比较小的人来说 经常处于这种环境当中 可能会出现严重的心理问题 甚至还会导致健康运势下滑 四 临街房 临街房也是不能买的 很多人觉得临街房是比较方便的 逛街或者是去超市都比较近 但是这种房子往往必大于利 因为临街的房子会有很多灰尘和噪音 严重影响到日常的生活 尤其对于楼下是饭店的临街房 所产生的油烟也会给房子造成很大的污染 经常居住在这样的环境当中 会严重影响到身体的健康 也会让情绪变得非常不稳定 对于各方面的发展都很不利 五 潮汐的房子 对于潮汐的房子也最好不要买 就地理位置和采光来看 潮汐的房子到了中午和下午 光照非常厉害 温度也很高 尤其在炎热的夏天 就像是一个被火炉烤着一样 炎热的高温会一直持续到深夜 如果没有空调是根本无法入睡的 这样既影响家人的睡眠健康 还会增加不少电费方面的支出 而且西方属金代表干戈和变动 容易引起家宅不和 家人的事业和人际多纠纷 不利财运稳定 所以住宅坐向潮汐的房子 一定要谨慎选择 六 正对着信号塔和电线杆的房子 如果房子正对着信号塔或者是电线杆的话 这种房子也是不要买的 因为信号塔和电线杆会产生对人体不利的磁场 经常在这样的环境下生活 会严重影响到家人的健康 另外从风水角度来看 这种设备会产生严重的煞气 导致家里的磁场失衡 对于家庭运势的提升会有很大的阻碍作用 七 道路反攻的房子 风水上讲房子洗回旋即直冲 无论住宅附近是道路还是河流 都喜欢被环绕怀抱 正所谓环抱友情 反攻为凶 反攻又被称为镰刀割腰 如果住宅遭遇此情形 对家人的健康极为不利 所以要尽量避开 有河流对住宅形成反攻格局 意为不利 八 房子附近不可有高塔烟囱 住宅附近有高塔烟囱 容易对居住人形成压迫之感 为不利风水 常居此地会使人产生压力 导致神经衰弱 而且无论生活还是工作压力 都会莫名增大 场子以往非常不利居住人的身心健康 而且据古籍记载 有烟囱对床主难产的嫌疑 所以对于新婚夫妇或即将进入婚姻 想结婚生子的朋友来说 在选婚房时 尤其要考察住宅附近 是否有高大烟囱 水塔甚至高架桥 而且应尽量避而远之 以上这十六种房屋 在朋友们选择楼盘的过程中非常常见 无论是从风水学上讲 还是以我们的常识判断 都是楼盘选择中的不良居所 很多朋友因为经济或其他的一些原因 忽略了这些方面 有句话说 穷人越穷富人越富 应用在此也未尝不可 如果无奈之下选择了风水不好的住宅 对自身的损害是很大的 只有好风水的住宅 才能给您带来好运和吉祥 所以朋友选择住宅时 要慎重对待 对已经购买的 如果觉得自己的运势有下滑趋势 就要尽快找出原因 进行调整 为未来自身行好运 打下基础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愿您实时心清静 日日是吉祥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